第二节由我来操作你 波仔哥 波哥仔 波仔哥 我叫波哥仔 你说马来西亚 今次有没有去宾城 今次就是去宾城 因为宾城比我印象 以前小时候 以前小时候只是很老牌的旅游地点 对它的兴趣不大 不过一落到地后 就发觉好像找回一些东西 找回我们以前的香港 因为建筑有很多两层高的建筑 一排过 就好像以前深水堡或长沙环 你会看到那些石屎楼不太高 那些棋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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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可能有些五十年代已经在 新正的那些 新正的那些 可能尊重的那些 可能是七十年代 那些都 距离现在都已经五十年了 差不多 所以觉得 那个感觉 很开心 而且他们说的很多 都是说广东话 和福建话 和字 是用繁体字为主 所以感觉上是 好像小时候 我真的没有特别留意 这个马来西亚是否繁体字 新加坡就是简体字 马来西亚是 都是简体字的 主要是简体字 主要是简体字 找机会 做事 有些就落地生根 然后连带 就将他们的文化 将他们的乡下 吃的东西 都带过去 而且他们是可以 保持不变的 是啊 因为他们 初时 在导游讲的历史 初时是马六甲开始的 那些华人就是 因为英国人在这开了扣 在那里上岸 需要一些劳动人口 那时候 那些广东和福建人 是很想赚钱的 所以就 过去那边赚钱 最大容易 找到钱的 就是靠努力 不用有什么知识 然后他们 再去 因为那条马六甲海后很长 所以他们再搬高一些 再近回英国 就是在北边的槟城 所以他们就放了 然后有一堆人 都跟了上去槟城那里 然后他们的文化 就保留了很久 而且 还有一个庙很搞笑 叫做福建庙 原来就是广东 福建的意思 所以 证明那里 真的住了很多 这两个省份的人 在里面 所以你就会发觉 那些东西都很流香 因为我去过 三多次 都是的 你会突然觉得 很怀疚 虽然 那个年代 可能我们还没出生 但是有些东西 你会感觉到 那棵槌 好像以前老香港的某些 当然不是全部 是某些东西 是的 而且他们更加是 除了是华人 还有马拉人 还有印度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文化 而且是各自都保存到的 而且大家都有些苗语 你进去就好像 真的比香港更厉害 以前是华洋集图 人都在那里 很多种种族都已经在那里了 你今次是否住在Georgetown 是的 Georgetown 因为很方便 Georgetown 它的旧城区 因为它是UNESCO 是的 它所有的大部分的古建筑都在那里 譬如 因为他们说 华人在那里要做劳动人口 始终都有个头 因为英国人是听不懂 中文也好 国语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一定要找那些头出来做Leader 做代表 所以接着又引育了他们那些 有钱人之中的那些队长 有钱人在那里 是 首领 所以他们有些 拳街级 拳街级 没错 高级买版 粮东西 所以就会 跟当地人结婚之后 有些粮东西文化 就是将一半南洋 一半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和建筑都在那里 是 Georgetown很棒的 就是因为 刚才波仔有说 UNESCO 其实很多屋都不能拆开 不可以随便改建 因为受到这个联合国教训组织的条件 就是说 我们已经将你列入了世界遗产 所以你都要保留 亦都不能随便说 我拆了一个屋 再建一个高楼大厦 所以我看到你住的酒店 其实也挺有特色的 是的 譬如市中心有一两间 就是由一些英式建筑改建成 都是一些长屋 但是它就比较普遍型的 近一点的 是小间一点的 但是没有早餐 但是因为吃早餐实际上太方便 一会说一下吃早餐 一出街就吃到早餐 是 而且它有一个小 如果你住地下 就有一个小楼台 嗯 那一推门高了一级 那你就可以看着街景 但是旁边就有少少 种满植物 你好像高人一等 你都看出去 有少少自己的空间 还有你可以叫做夜晚 如果喜欢喝酒的 或者喜欢跟别人吹水的 可以开个房门 大家对着聊天就可以了 跟家里聊天 对 做一聚 晚上 有没有认识到新朋友 那是没有的 哈哈哈哈 你现在开一下窗 开一下门 在这里 自己在那里喝汤汤 可以的 如果大家 再计算一些朋友 反而进去 里面有叫love lane 爱情行 爱情行那里最多 最多hostel 和最多这一类 因为我那间 比较贵 就没有那么热情 但大家可以保持它 但如果你住hostel 很多 我看到很多外国 都会 拿了藤椅 而且是藤椅 是 他们那些 藤椅出来 一起喝啤酒 我觉得那个客户的 亂移方法是挺好的 是 就像戀愛staycation 哈哈哈哈 即是大家年轻 然后聊聊聊天 然后又认识了 是的 气氛就很好 气氛很好 真的 不过长屋本身 都挺有特色的 即是在Georgetown里面 他本身 因为我那时听闻 他是说 很多时候 那些福建人 就要为了建 首先第一 都有几个老婆 嗯 那这条屋够长 就大婆和二婆 可以近一点 哈哈 这个是当地奔诚人 自己说的 我不知道 也不奇怪 因为 加上 因为 应该是以前的税收 就是计门面 是的 计前面的门面 那个阔度 那就是说 如果我越阔 我收的税就越高 所以大家就很聰明 就拉长它 是的 就拉长它 门就很窄 门就很窄 但后面就很长 很多人讲笑 就是说 我们有1、2、3、4拉 就一人可以自成一个 哈哈 哈哈 不用碰面碰那么多 不然就吵架了 那也挺有趣的 但我觉得这个也可信 因为呢 除了屋之外 因为呢 那边有 叫做百姓桥 的地方 是 譬如有姓周桥 姓李桥 姓陈桥 是 你找到你姓李桥 有啊 有啊 但他们就有趣 为什么全部拿姓 不是拿个 不是拿什么乡下的 不是拿山头桥 不是叫做 香港桥 九龙桥 石剑尾桥 但他们拿姓是做中亲的 都挺有趣的 就是你说的 那样东西 以前要收地税 要收门口税 所以 他们就会拿 那 我搬了到岸外 已经离开了陆地 在海上 弄一些高价屋 跟着一条桥连着 是 就拿来接济 那些刚刚新初离步道的人 哦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就可以暂时 先逃避税收 因为我现在不是在陆地 不是在陆地 不是在陆地 哦 我挺有趣的 因为呢 我看到波仔也有些照片 其实现在那些百姓桥 百姓就是不同姓氏 每一条桥都拆开不同的位置 是的 很多都成为 那些人去拍照 打卡 旅游的热点 是的 尤其是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拌一招船 是 稍后一边滚的时候 好 我去看看 那里每条桥都有些特色 保存得最好 暂时还是 星星最浩大 就是周盛桥 是 那边就会 有 因为你看它的天后宫 或者 重要是每条桥有自己的 天后宫 天后宫 是 所以你知道哪个 最财红世代 嗯 就是看一间庙漂亮不漂亮 就知道 是的 那个中亲 乡亲 虎老那班 是否足够游泳 是的 可以 其实以我所知 好像就是 当地的华侨 在很早的时候移民了过去 当然大家就很努力去工作 因为很多都为了下一代 可能要寄钱回去 回到乡下 然后可以的 也接自己的亲人过来 那些地方都会尽量聚集自己祖宗的人 我们一起建个庙堂 然后一起建个寺庙 然后对他们自己的祖宗 有一个我现在要光中耀祖 那种想法 对 他们的联系比较强 这里就是 对了 因为这里已经是我其中间住 比较高一点的酒店 因为离开了 应该是边皮位 它是可以比较高一点的 很漂亮的 这间酒店 对了 因为在边皮位 就可以建得到 如果在里面 George Hart 中间是不可以建得到 是不可以建得到高 如果有景观就已经做不到 对面就是他们的货席码头 因为对面也是奔承 嗯 那你就可以拍到夜景 就是其中一条桥的位置 下一张照片都好像是 应该都是那些 一张照片 应该是有一间小屋 对了 有间小屋 那就是圣里桥最后的道头 那里有间庙 其实现在在槟城 都有很多这些桥 就画了很多壁画 对了 因为其实自2016年 其实它是同期的 跟单车壁画是同期的 那那个爱沙尼亚的画家 就在槟城几个地方画了 但是最后保留 就只是保留了单车壁画 但是那个壁画文化 下一张照片会看到的 刚才坐人力7下一张照片 我应该看到单车壁画的 应该是 那就承传了 吸引了很多 很多马来西亚长画 或壁画的人 过来继续 将壁画自己再创作 那就传到去感田 是的 其实现在香港 都好像有这个 集染了这种气氛 其实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 因为去到吉隆坡的时候 那个导人说 原来马来西亚 可能一来人工便宜 二来他们多种族 多灵感 大家可以看到 多不同的文化 他们很多的 很多的动画 都是在马来西亚画的 很多外国的 现在的小朋友卡通片 噢 所以变成了两个 就是艺术交好 或者对于槟城来说 其实都有一个好处 是的 雙负雙城 雙负雙城 是的 而且画的气氛 比较文艺 我觉得他们也偏斯文 你喜欢拍照 其实在槟城也很打卡 是的 是的 很漂亮 因为譬如 刚才说 说高一点的酒店之外 其实如果你想再高一层 再看 可以去到江大大厦的地方 全个槟城最高的 亦都是马来西亚 好像已经是第二高的 未必第二 也第六 十大高的楼 可以看整个槟城的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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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刚才可能大家会看到 有个人在空中走一点 那就是其中一个活动 但这个就是可以 这个好像很害怕 这个真的害怕 这个在哪里 就是江大建筑的大厦 这个上次他没有玩过 这个也是新的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怎样玩法 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分开几部分 因为大风 其实也不大风 也应该玩到两泊 这么大 是不是真的牛仔 波仔 首先他也是习惯一些 户外运动的 就是行山 踩单车 游泳 游泳 潜水 你也会玩 这个真的害怕 因为这个 因为不实在 有时距离感 其实高 又未去到 好像 skydive 你觉得没有距离感 这个又觉得 一摸下去就会拜拜 但这个是怎样 在多少楼 这个在六十多楼 哇 神经病 所以他有一条索 一定会 然后就慢慢走 奔城有六十多楼 真的很高 是呀 这一层是很厉害的 这一层是离开了Georgetown外围 就是奔城里面 但是他在乔治城的外围 外围 旧城区外围 不列入西围 外围 所以是很高的 只不过 我没想过 现在六十多楼 可以玩这些 是因为那天还要大风 还要吹两个吹 就个人摆两摆 要走多久 这条路 看人 但是 他大概有多长路程 要走呢 其实如果你玩完竹盆 就差不多走了大半楼 差不多围了大半楼 但我们只是走了 两面玻璃 只不过是 两面玻璃 哇 其实他的安全设施 做得很足 他旁边有一条锁 给你帮着 接着你就要绑所有的锁 是呀 不可以带任何东西上去 应该 你可以带手机的 但他都会有很安全的设施 要带着头 然后套着 其实他拉着的距离 其实都这么多 你不会太长 因为都不会给你 而且万一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你怕你跌下去 跌下去之外 你伤好人 手机会扔好人 你也会怕自己 一只风 可能会打倒自己 所以他的安全做得很好 而且一粒电跌下去 都可以打死人 对呀 所以他们很着重 手机就跟你绑起了 你也不敢伸手出去打卡 其实有一张 不知我有没有 有一张就是 那个导师肯够胆做 就飞了半个人出去 只是拿着承锁 但是 我就不够胆了 真的 我做也是这样 会绑起手 不怕 没有完全放松 全程都有个导师 前后跟着你们 一定要 是 这个已经是最比金拿 去到出另外一张 其实我们去到玩 就是坐下 背着洞大厦 就只是看着景 这样自己坐出去 哈哈哈 我其实很害怕 我可以咬 这些话 其实最怕是 对呀 坐的最怕是什么 是当你要转身那一下 一看 喂 哈哈哈 但是就超刺激的 超刺激的 真的 如果喜欢玩刺激的朋友 其实这个挑战 是安全得来 其实很刺激 是 但是心会少一点 咬一咬 又真的会震 是啊 你真的会发觉 原来你的脚是会软的 我一定会震 我不知为什么 在这些位置 我桥是很害怕的 就是我钓桥 我一转转到游泳中 去西藏 那一转我走钓桥 都脚软大流 是软到要找人 真的几乎要背我过去 哈哈哈 那条桥 回来 真的跌了下去 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因为我们那条桥 在两边没有东西围 哇 没有东西 我说 撿不回来 很难撿 对 撿得都未必好事 对 我这件事